我們有一些同學他 裝那個 裝R跟RStudio的時候他 有一些 發生了一些問題 我說請大家不要裝 千萬不要去裝在那個OneDrive上面啊 不要把R、RStudio裝在那個有中文路徑的東西裡面 好不容易說你的文件下面你的桌面上面 還有你自己的這個 有些人他是用自己的中文名稱做那個 你會有一個User然後卓庸染類是像這樣的東西 就同學還是很多人這樣裝 你這樣裝之後 基本上很難修復後面的東西這樣 所以剛剛有幾位同學我沒有辦法立刻幫你們弄好 那請你們那個可能住教時間的時候再帶來找我們這樣 我們另外再找時間幫你修這樣 或者你可以試著自己重新灌一下 灌的時候千萬不要把你自己的城市或者是你的 像我們今天發的這些資料檔 不要把它放在桌面上面 不要把它放在文件裡面 不要放在OneDrive裡頭 不要放在那個有中文路徑名稱的那個檔案系統的後面這樣 你一發現做了這樣之後 後面要改就非常的困難這樣子 因為R他沒有辦法處理中文的路徑名稱這樣 好嗎齁 所以有幾位還沒有辦法弄到的同學 你們可以等我們住教時間的時候 我們來幫你處理一下 或者今天晚上我們在1032 六點半到九點也有一個住教時間這樣 如果各位重裝還是有問題就可以帶過來這樣 現在還有問題的就是還不能NIT的舉手一下 舉高一點 兩位三位 所以其實還好啦齁 就是了不起我們就重灌一下就好 只是需要時間對不對齁 那你看我們現在已經 說實話我們現在時間非常趕了 接下來我們今天能夠上到哪裡呢 就很難講這樣 搞不好做不到我們想要做的事這樣 好 好 那 講完那些基本的東西之後 我接下來在這個 2這個單元呢 那 是想跟大家談一下 index 就是 鎖影這件事 好嗎好 鎖影 糟糕 那一樣齁我們要開RMD的話按這個鈕 然後 如果我們要按HTML的話就可以按這個鈕 有 好那所以這個單元我想跟大家再講一下鎖影這樣 阿鎖影大家都學過對不對 齁 各位還記得 你們在學那個 向量的時候 他有一個向量叫做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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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向量是 有一個向量叫 Poker 還記得嗎 對吧齁 在那個練習裡面他就帶大家做各式各樣不同的鎖影這樣 還記得嗎齁 所謂鎖影 就是 以向量來說 向量是一個一圍的資料結構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想要在這個 向量裡面選出某幾個東西來 那這個動作就叫做鎖影 那在R裡面我們做鎖影呢是用 angle basket 對吧 用這個中括號來做鎖影這樣 好比說 x是一個向量 阿我要取這個 x向量裡面的第五個元素 那就是 這樣 阿我要取第二個跟第五個 那這裡面這個鎖影呢 你就要把它寫成是一個 向量這樣 對吧齁 因為你要有第二個跟第五個嘛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整數向量 那這邊是從第二選到第五對不對 2345 這邊的話這邊只選25 這邊就只選5這樣 還記得嗎 這就是所謂的鎖影這樣 對吧 那 再講一遍喔 就是說 中括號在R裡面就是鎖影的意思 所謂鎖影就是要從一個集合物件裡面 把裡面的某一些元素挑出來這樣 阿你要挑出來嘛 你需要一個index對不對 index有很多種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種 它其實是叫做位置鎖影 你知道嗎 因為你是說 因為你是說 我要選第五個 我要選第二個跟第五個 我要選第二個到第五個 你是看著這個 集合物件 然後你數它的位置 看到你要第幾個 把它點出來這樣 那你要多少個 那你基本上可以把它寫成一個向量對不對 是嗎 你要第二跟第五個 你要第一個第三個第五個 第八個這樣 對吧 所以這種鎖影我們叫做位置鎖影 OK 那 所以 這種位置 其實 我們可以先定義一些向量 對吧 先定義一些向量 這基本上有點像是 顧客基本資料這樣 有五個顧客 然後這邊是他買過多少次 這邊的話是他 每次平均買多少錢 這邊的話是說 他是不是會員 這是那個顧客的名字 這邊是他的性別 OK 這邊的話就是他的 會員可能有不一樣的等級 對吧 會員等級 像這樣 他沒電 好 OK 這樣行 了 好 天啊 拿東西 電子 好 這樣應該可以 看一下 OK 好 所以我們先定義一些向量 方便我們操作 然後 你看啊 就是整肅向量嘛 那 所謂的位置 鎖引 基本上是用一個整肅向量 來做鎖引 對不對 那你要幾個 你就 我們用C 來定義一個整肅向量 或者是用這個方式 來指定一個 連續的位置這樣 那就可以選出 我們要選的東西了這樣 我們也可以先把向量 先把這個鎖引呢 把它 定義成一個 物件 然後再用這個 反正這個物件 你如果要是 位置鎖引 它就必須要是一個整肅向量嘛 對不對 所以你把整肅向量 放在這個中挖號裡面 那基本上就是 一樣是鎖引的意思 這樣 所以整肅向量 大家應該沒有什麼 太多 可以 應該問題不大 對不對 那第二種向量的話 事實上是 你其實是可以用名稱來做鎖引 你會用文字來做鎖引 這樣 OK 在R裡面的向量啊 那 通常那一般的向量 它是沒有帶名字的 看到了嗎 所以你 打amount 這基本上是 平均購買家的金額嘛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五個數字在那裡這樣 OK 那 所以你如果 用names這個功能呢 它就是去看看說 這個向量裡面的每一個元件呢 它有沒有帶名字這樣 大家去回憶一下 你如果還記得的話 你做那個rollet poker的時候這樣 對吧 它就叫你把 它好像也是給你五個數字 然後這個五個數字 它要把你 它說這個 它的名字把它訂成是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類似這樣講 對吧 所以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呢 那 這個amount 如果我們要給這個向量一個名字 當然很合理的做法 就是把他們的人名 對不對 把顧客的這個 名字把它assign給amount 所以一開始 它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 它是沒有名稱的 可是一旦你給它名稱之後 你再把amount打出來看 你就會看到說 對吧 每一個element事實上有一個 文字的名稱這樣 那一旦它有一個文字的名稱呢 那你原則上就可以用一個 文字的 向量去做索引 對吧 我可以選bub跟sindy 就是要選bub跟sindy 這樣 看到了嗎 原則上它就會選出bub跟sindy來這樣 所以 文字索引也是 蠻直覺的 原則上你就是 它是用名稱做索引 那它的索引就是一個 文字向量 那 其實在r裡面最重要的一種索引 就是所謂的條件索引 或者邏輯索引 OK 通常我們要選東西 我們會用條件去選這樣 對不對 好比說我要選這個 所謂的這種邏輯索引 通常它是這種形式 我要選購買次數小於等於2的人 這樣 對吧 所以我想要在amount裡面 把這個購買次數小於等於2的 那些人把它選出來 這樣 是嗎 那因為我們剛剛amount其實已經有名字了對不對 是嗎 所以我這樣打 我這樣打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amount裡頭 然後它購買次數小於2的這些人把它找出來這樣 那你找出來的話 基本上只有兩個人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寫法 這基本上整個是一個運算式對不對 這個運算式的話 前面這邊是一個向量 然後中括號裡面的話 就代表說我們要對這個向量做索引 這樣 那索引的話要有一個index 對不對 那這種所謂的條件索引 它基本上是用 邏輯向量在做index 而且這個邏輯向量的長度 必須要跟前面這個向量的長度是一樣 因為條件嘛 這個條件的話 它要嘛是true 要嘛是false 是嗎 而且它 裡面這個邏輯向量的長度 必須要跟外面這個 你要做索引的那個向量要一樣長 對不對 true我就要 false我就不要 這樣 了嗎 所以通常的話 你就是在這裡面放一個邏輯的運算式 這樣 因為一個邏輯的運算式 運算完了之後 它就會是一個邏輯向量 是不是這樣 你做一個條件運算 然後用這個條件運算的結果 來做索引 這樣 聽懂嗎 這個動作我們就是叫做邏輯索引 那這個動作 事實上是我們在做分析的時候 最常用的一種索引方式 因為通常你都是用條件做選區嘛 是不是這樣 對吧 我們回來這個 R16看一下 呃 剛剛有個同學說要 尤其剛剛有點弄 蠻旺的 這樣 是不是要 我把它重新廣播一次 因為好像說有些 電腦裡面的廣播出不來 是不是 這樣有嗎 這樣其他人有看到嗎 有看到螢幕廣播嗎 有嗎 沒有看到的舉手 哇那你那一台的廣播好像壞了 不好意思 這個可能要叫管店來修這樣子 對吧 好吧 那那個 呃 我們剛剛是講到哪裡去了 其實我們已經講到這邊來了這樣 OK 齁 那在這個 各位看一下齁 這個 如果我們現在想要說 呃 因為按這個鈕的話就是執行這一格嘛 對不對 齁 那我如果按這個鈕的話 看到嗎 有一個向下的箭頭 然後一槓的這個 這個鈕的意思是說 我要把 前面的所有的這些 呃 城市都跑 前面的城市我都要跑 跑到這個地方為止這樣 OK 齁 意思是我如果按這裡 他就會把 在這以上所有所有的這個城市都跑一遍 跑到這裡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上面如果有定義 一些什麼東西啊 他就 基本上他就會被定義到 對不對 齁 所以你想要直接 把上面都執行 執行到這裡來的話 你按這裡 好 他就會從上面一直跑到這邊來了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從這一點開始往下做這樣 齁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們剛剛是在解釋這個地方對不對 齁 在解釋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 這個運算是他 如果你把它選起來 按Ctrl Enter 你看他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邏輯相量 是嗎 那 那 那因為 因為這個的長度跟 這個長度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可以用這個邏輯相對他做鎖引 那做了鎖引之後 你看 結果就是你會看到符合這個條件的就是他們兩個人 那麼他們兩個人的平均購買金額就是180跟280 看到了嗎 OK 好 好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看 這個 另外的話我們接下來有一個 各位看到這個的話就是 我有作業想讓你們寫這樣的意思這樣 好不好 齁 那這個 這個作業是這樣 一開始我們一樣是定義了一些 向量 各種不一樣種類的向量 然後 底下我會告訴你說 第一題我要叫你們列出 所有 男性的 顧客的名字這樣 是嗎 齁 那因為你要列出名字嘛 所以你當然就是對 名字這個 向量做鎖引 對不對 然後 呃 男生這邊 因為正好這邊正好有一個 藍位就是是男生這樣 是男生就是true 對不對 是嗎齁 所以好像你直接就拿這個ismail來當做 index就可以 對不對 然後對name做鎖引 用ismail 對name做鎖引 那出來基本上就是男性的名稱這樣 對吧 接下來的話就是 這一題的話是要你們列出 身高大於180 這裡有一個身高對不對 身高大於180的人的名字 然後 身高大於180 而且膚色是黃種人的名字 類似像這樣 看到了嗎 OK 所以你們 這是你們今天 這個禮拜的作業之一 對吧 我要你們 去 因為這邊有打一個remark 打一個這個 註解這樣 把這個註解符號拿掉 然後把答案打進去這樣 OK 把答案打進去 然後這個 哇這裡有一題已經寫了答案了這樣 好比說這一題是要算那個 呃 男生的平均身高這樣 是嗎齁 男生的平均身高要怎麼算 當然首先你要先 用gender等於m對不對 這個條件 對身高做縮影 是嗎 對吧 男生嘛 所以gender等於m 用這個條件 對high做縮影 然後做完這個縮影之後 取平均值 基本上就是 男生的平均身高 對吧 好 是不是這樣 沒問題 對嗎 OK 好 那所以 基本上這個 我就留給你們作業 當作業寫了 好嗎 再來 再來我們看一看那個 呃 剛剛 剛剛那個 剛剛我們做 弄那個資料的時候 是把資料定義成 一個一個項量 一個一個獨立的項量 對不對 所以at the end 你會看到說 number of bytes是買多少次 這不是no bytes 這是number of bytes 買多少次 然後身高 是不是男生 名字 然後這個 性別 膚色等等的這樣 OK 好 然後 其實 你如果把它定義成分別的項量 那當然它就是分別的資料物件 可是 可是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說我們能夠把它們放在 定義成一個資料框的話 那這個資料框就會變這樣 對不對 是嗎 齁 那資料框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會知道說這是同一個人 是不是這樣 你如果只看到一個一個個別的項量 你事實上很難把每一個人的屬性連結起來 是不是這樣 可是在資料框裡面它就比較好 對不對 在一個資料框裡面你就會看到說 呃 在橫的這個方向你看到每一個人這樣 在直的方向你看到每一個你關心的屬性 是嗎 這是資料框的好處這樣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真的 在做顧客資料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就是把它定義成一個一個項量 而是會把他們這些項量把它放在一個資料框裡面 比較好管理也比較好運算對不對 所以這樣這樣一來的話資料框就會變成一個二維的資料結構 是嗎 我們把它執行到這裡來 執行到這邊的時候我們去看DF 你在這邊你就要在這個物件名稱的右邊這邊點一下 基本上它就會這個資料框就會開在這裡這樣 OK 或者是說你 你直接打這個資料框的名稱 然後執行 它基本上這個資料框也會印在這裡這樣 看到了嗎 所以這比較容易看對不對 你會看到一個一個顧客 然後 每個顧客的屬性是什麼這樣 對吧 那 那 那 資料框 你要做選選擇的話 它有一個 有一個function叫做subset這樣 你應該也用過subset這個東西在做作業的時候 對吧 上個禮拜的作業 那做subset的話 它基本上就可以用 好比說我現在選 這個 呃 這個資料框裡面只有一個人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它只有一筆資料 來 那 另外的話 資料框的話 也方便你做這種 它其實方便你做這種 呃 其實它可以在 好比說我做table dfgender 那它基本上就會去 gender裡面去算 table這個功能呢 它基本上是把 這個項量裡面 所有不同的值 所出現的次數把它算出來 OK 所以 dfgender是什麼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 向量對不對 它其實是一個性別的向量 對不對 然後 我要去 我說table嘛 它會把 這個項量裡面不同的值 出現多少次 算出來 OK 所以 有兩個是 女生有三個是男生 這樣 對吧 你可以算這樣子 然後 你當然可以做平均值對不對 他們平均升高這樣 這樣 然後 這邊我要介紹一個 其實很有用的這個 功能 叫tearply這樣 OK tearply的話是 幫你做分類的統計 OK做分類的統計 好比說我如果想要 看男生跟女生的平均升高 這樣 OK 看到了嗎 你除了可以算 男生女生分別有多少人 有時候你會想要看看 男生跟女生的平均升高 或是說男生跟女生 他們的平均購買金額 對吧 平均購買次數 類似像這樣 是不是這樣 常常對這一些 類別的屬性 你會想要依據類別做統計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 你想要統計那個類別寫在中間 這樣 然後 你要統計的是什麼 好比說這個的話就是要統計 根據這個 性別來統計 平均的 身高這樣 我再講一遍 tearply的話基本上是做分類統計 OK 然後他基本上是依據這個 來 對 他做平均這樣 OK 所以他會依據性別 來對身高做平均 OK 次序有點 有點 有點 OK 這是我們剛剛講過的兩個 比較 其實非常有用的 這個功能這樣 table就是計算各分類的數量 對不對 你可以做sext 你可以做sext race這樣 這樣的話就會變成是一個二維的表格 對不對 每一個性別 每一個種族這樣 然後 分類統計的話就講過 他基本上是 呃 根據這個 分類 然後對 這個項量做 這個功能這樣 OK 所以他這邊他會依據性別 來對 體重做平均這樣 看到了嗎 所以 這兩個工程其實非常好用 就是在 初級我們做資料分析的時候這樣 大家現在記不住不要緊 接下來我們會一直一直練習 做這個事情這樣 好 那 所以資料框要做索引 因為資料框是一個二維的物件 對不對 他是一個二維的物件 是嗎 所以你要索引一個二維的物件的話 一樣你是用中括號 但是他需要兩個索引 對不對 他需要 他會需要這個 raw的索引 對不對 他也會需要column的索引 好嗎 他會需要這個方向的索引 橫的方向的索引 他也會需要直的方向的索引 這樣才能夠找到你要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 通常來說 通常來說 在這個方向上面的索引 我們都會是一個條件的索引 因為基本上我要選 根據膚色啦 身高啦 購買次數啦 購買金額啦 根據這些東西 根據條件 去做索引 對不對 所以在橫的方向通常是用條件在做索引 那在直的這個方向呢 通常你就是要選擇你要看什麼 對吧 有時候你會想看一個欄位 有時候你可以想看兩個或三個欄位 這樣 是嗎 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column index 一般就是用名稱做索引而已 這樣 比較多都是這樣 對吧 好比說我現在想要看 身高到一百公司 一百八十公分 這個購買次數 小於兩次的 黃總人這樣 對吧 這個條件索引就應該要放在這一邊 這樣 是嗎 對吧 符合這個條件的人呢 我要看他們的 呃 可能我想要看他的這個 姓名 我要看他的年齡 我要看他的性別 這樣 是嗎 所以你要看他的姓名 年齡 性別 事實上基本上就是一個欄位名稱而已 對不對 是嗎 所以你在做 資料框索引的時候 大多數你都是靠 條件來做這個raw index 然後你是靠 欄位名稱來選取你想要的 這個屬性欄位 對吧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東西找出來 這樣 對吧 好 好 那一樣 底下有一些例子 然後有一些 有一個quiz 這樣 要你們來做這樣 那 這個 這個作業跟 呃 上面那個不一樣 這樣 上面那個是我 我告訴你說 我告訴你說要做什麼 然後你自己寫程式這樣 對吧 這邊不一樣 這邊是我寫的程式 我要告訴你說 這個程式在幹嘛 這樣 意思是說 你們要寫的事情是在這裡 在這個 註解 這邊 這樣 那我寫解體給你們看 對不對 好比說我給你們看這個 這個運算式 啊這個運算式 運算完的結果是這樣 是嗎 那這個運算式是什麼意思呢 那基本上它是 所有的男生的名字 對不對 然後 因為它是 用這個東西做 做這個 索引 對吧 用這個欄位做索引 然後 去索引名稱 名字 對吧 所以它選出來的是 所有男生的名字 是這樣 是嗎 然後 所以 這個運算式它的結果是 Danny 那 那它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Danny是什麼 這樣 我要你就像是在這邊 在這裡寫一句註解這樣 解釋說 這個運算式裡面這些索引 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樣 聽懂我的意思嗎 聽懂嗎 OK 所以你們要做的作業 就是 把這個東西寫上來這樣 對吧 這邊有一些題目 這個 這個 17.2是什麼 這個17.5是什麼 這樣 OK 這是你們這個禮拜的個人作業 這樣 好嗎 把這個東西寫完 然後 nit這個 看一下 把這個東西寫完 然後把它nit成一個HTML檔這樣 OK 假設你寫完了 然後你在RStudio裡面 那事實上你按了nit 因為 因為現在它的檔案名稱是 2B.RMD嘛 這邊是2B.RMD對不對 所以這個RMD你把它nit出去 它其實就會產生一個叫 2B.Index.html 它會用同樣的檔名 然後把那個後面的副檔名 改成HTML這樣 這個就是它的結果 就意思是說 你在這裡你就會看到這個 HTML這樣 OK 然後我要你們把這個HTML的檔名 稍微改一下 OK 把它的檔名改成你的學號 加上UNI02A這樣 看到了嗎 把它寫完了之後 nit出來 然後把檔名改成這樣 然後把它上傳到這個資料夾裡面來 這是你們的 這個 這個禮拜的個人做 因為我們現在只上到B啦 本來我們是要上到C去 這樣 OK 可是我們今天有點慢 所以只上到B C我們大概等一下還可以上個 上個一點這樣 但是沒有辦法上完這樣 OK 所以C這邊的作業也許就 等下次再寫這樣 等下次再寫這樣 好嗎 所以這個禮拜的話 作業其實蠻少的這樣 OK 就把B裡面的一些題目把它做完 兩個quiz把它做完 你出來 弄一個CML 把它寄上來這樣 好嗎 通常是這樣啦 就是我們這個 課程的第二週 然後 一般我們都會碰到 有一些同學 他的環境會出一些問題 這樣 OK 所以就會拖住 就會拖住進度這樣 不過不要緊 這是正常的 就是原則上 我們會慢慢catch up回來 好不好 好 好 所以 Unit 2A 2B 2B我主要是要 跟大家講一下鎖引 對不對 鎖引很重要 我說鎖引 搭配上像 Cable T-Apply Sum Min 這些簡單功能 其實就能做很多事了 OK 就像是我這邊講的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做 你就可以做 資料的檢視啊 選取啊 排序啊 然後你可以去計算數量比率 做一些分類的比較這樣 OK 好嗎 那這個就是我們 接下來在2C這個單元要 跟大家一起做 我們現在還剩下大概40分鐘左右 看我們能做多少是多少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2C 有問題嗎到現在 有問題舉手 還好 那 到目前為止這個 對於本來就會寫R的人 可能會覺得有點無聊這樣 不好意思啊 因為有很多同學沒有寫過 對不對 是吧 但是接下來我相信就不會了這樣 當你開始寫做Case的時候 即使你本來就會寫R 那你也會發現到說 你原來對R的這個理解 可能 不是那麼樣正確這樣 OK 好嗎 好 那我們現在就用漫畫人路的這個資料集來 看一看 好不好 來 來R Studio 不要用了我們就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你如果想要把底下這邊清空的話 在 在Windows裡面是按Ctrl L 我不知道說在 在Mac裡面是要怎麼弄的 你如果不清也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 對吧 那我的習慣是我會 這裡有一根掃把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上次做的時候 留下來的資料物件 如果要把這些物件掃掉 我按這支掃把 然後按Yes 這個物件就會被清掉這樣 這樣會比較乾淨對不對 然後我們開一下 2C 2C的話我們 先把RMD開起來 然後順便我們也用HTML把它開在Web Browser 好 好 好 因為它是這個漫畫人物的資料集嘛 這是資料的來源這樣 那 因為這個資料集它本身是用一個文字檔的方式先存下來的 所以這個文字檔呢我們現在是把它放在這裡 我們 各位在我們今天給你的這個檔案夾底下有一個叫Data 對不對 Data裡面有一個CSV檔這樣 OK 那你事實上是可以看這個檔案的內容在這裡 你會看到它其實是一個文字檔這樣子 其實是一個文字檔這樣 對吧 然後 當然資料的儲存方法有很多格式這樣 那幾乎每一種格式呢 那相對在R裡面都有一種讀那種格式的檔案的功能呼叫這樣子 OK 你只要呼叫一個功能 然後給一個檔名 那原則上這個R就會把這一種格式的檔案把它讀進來 通常它會變成一個資料框這樣 OK 以這個例子來講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資料是放在 放在Data這個檔案夾底下的這個檔案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我們是 因為我們現在程式在這裡嘛 通常這邊我要各位先做一件事 要記得做這件事 這件事要記得做 要不然你會讀不到檔案喔 就是說你要在這裡先把這一邊設成你的工作目錄 OK 在這裡有一個齒輪對吧 把這個齒輪往下按 然後這邊有一個set as working directory 看到了嗎 這個意思是說我要在這裡 我要把這裡當作我的工作目錄這樣 那當我把這裡當作工作目錄之後 然後我要去這裡 這底下的Data這個資料夾裡面讀這個檔案這樣 對吧 你如果把這裡設成工作目錄 他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找對不對 是嗎齁 所以你要記得在這裡設成這樣 然後設完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這一行指令這樣 那這行指令 那 我會建議這一格先做一下 這一格先做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做這一格 你看 原來我們還沒有做之前這邊是空的嘛 對不對 因為你用掃把不是已經剛剛清過了嗎 對不對 然後所以 那 所以現在你 執行這一行之後 我說他會把剛剛這個 這個文字檔裡面的內容 把它讀進來變一個資料框這樣 對吧齁 那 原始的資料可以是很多種不一樣的格式 有人喜歡放在Excel裡面 有人喜歡放在資料庫裡面 放在 用各種的形式寫出來這樣子 然後 我說過的基本上 幾乎所有的檔案格式在 R裡面都有一個相對去讀它的功能這樣 那因為這種 這種資料的格式叫做 comma separate value 你看到他都是用逗點 隔開 對不對 逗點隔開的值這樣 所以 CSV這種檔案格式 他就叫ReCSV這樣 ok 讀進來就是一個資料框 那這個資料框的話 我們要看 我說最簡單的方式是我們按一下這個 這個鈕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這個資料框有這麼多筆資料 27150 然後有9個欄位 這9個欄位分別就是這9個欄位 ok 那他分別是Pubbisher 不是有兩家漫畫公司嗎 有DC跟Marble 然後Name就基本上就是那個 呃 這個 這是漫畫人物嘛 所以是那個漫畫人物的 人民 然後這是Align 這邊有好人壞人跟中性的 ok 然後I 這是眼珠的顏色 然後有 我忘記了大概10種顏色吧 這樣 然後這邊是頭髮的顏色 然後 他的性別這樣 ok 那Alive的意思是說 到了故事結束的時候這個 這個人是不是還活著這樣 因為有人物會到中間就死掉了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然後 然後 那這Appearance的意思是說 他總共在漫畫裡面出現了多少次這樣 ok 像 像這個 蝙蝠俠他 他其實就出現了3000多次這樣 ok 然後 這個year的話是說這個漫畫人物是什麼時候 開始出現在漫畫裡面這樣 他第一次出現是在什麼時間 他總共出現過多少次到現在 到統計的那個時間為止 看到了嗎 所以在這一個 份資料裡面 每一筆資料是一個漫畫人物 對不對 每一個欄位是一個漫畫人物的 九個不一樣的屬性 是吧 然後 這個資料框讀進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說這個 你看到他這邊 這裡 你直接按下來 你就看到他的這個欄位名稱 這個欄位的 基本上每一個 資料框的每個欄位就是一個項量 對不對 項量裡面的資料總類 前面七個都是文字 對吧 前面七個都是文字 那後面兩個的話是 整數 對吧 所以其實在RStudio裡面 你直接讀進來 直接在這裡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你如果想要看看這個表格的話 你可以按這裡 按這個 你直接按這個名稱這樣 OK 那你就看到他就是以表格的形式就會 就會秀出來這樣 看到了嗎 OK 所以 第一筆資料是 蝙蝠俠 第二筆資料是 超人 看到嗎 所以你看到說 蝙蝠俠是這樣 還沒有二次大戰就已經有蝙蝠俠了 可是超人很晚才出現 對不對 超人是在 亞洲金融風暴以後才出現 這樣 OK 好嗎 所以 大約就是這樣 我們希望說用這個資料型 因為他比較有趣一點 對不對 來 讓大家練習這些R的基本運算 這樣 OK 那 那 原本的計畫是 今天會 講一講 然後做一些 分組的 比賽 這樣 可是好像我們 今天時間有點不夠 這樣 前面講一講搞不好 結果沒時間了 這樣 看看吧 好 那我們 好 那一般 一般我們資料拿到嗎 首先就是先 檢視一下這個資料的結構 對不對 看一下他有多少筆資料啊 這個功能這樣 現在這每一朵花就是在跟你介紹一個功能 然後一個 一個function code Number of role 就確認 role的數量 這樣 確認 column的數量 這樣 那其實在RStudio裡面 你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對不對 好 然後STR的話 就可以讓你看一下 這個 每一個欄位 他的這個 他的種類是什麼 這樣 是嗎 那他也會打前面幾筆資料出來給你看 這樣 那 其實這些在RStudio裡面 他 直接在這邊就看到了 這樣 是嗎 直接把它 點下來就看到了 然後 然後 你會想要檢查變數 對不對 其實檢查變數比較方便的方法就是用Summary這個 你們應該已經學過這個功能 對不對 然後用Summary的話你就會看到說 這一些 這些文字的欄位的話它基本上不會Summary 因為文字沒什麼好Summary 對吧 全部跟你講說它是character這樣子 所以1234567 這7個就是character 然後 那如果它是數值 它基本上就會跟你講說它最小是多少 最大是多少 平均值是多少 中尾數是多少 中尾數是多少 這樣 對吧 這種數字我們叫statistics 統計量 對不對 然後 就是 7000多的數字我一次給你看你看不清楚它是什麼 可是 在這裡你就看得出來說這7000 如果我知道說我這一群數字裡面 平均值是多少 中尾數是多少 最小是多少 最大是多少 對吧 你大致上對這個數字的分佈 對不對 數值的分佈就會有一個概念 是嗎 所以數值它會給你分佈 是嗎 但是文字的話它事實上就沒辦法跟你說太多東西 對吧 好 那這裡有一些問題 就是 來我們就是又到我們送獎品的時間這樣 OK 還沒有舉過手的 這一題很簡單對吧 這個資料框的名稱叫什麼 我們現在有個資料框對吧 在RStudio有個資料框 資料框的名稱是什麼 這根本送分 趕快 資料框有個物件 物件有個名稱不是嗎 這個物件名稱叫做 D 對 舉手再講一下 大D對吧 怎麼這麼害羞啊 D對吧 很簡單 然後 所以在這份資料裡面 我們要分析的 分析對象是什麼 就是我說過啊 在 我們的分析對象 我們的資料框 這每一筆紀錄 就是一個我們要分析的對象 所以我們要分析的對象是什麼 這裡每一筆資料是一個什麼 來 一個英雄角色 他不一定是英雄 他有可能是壞人這樣 是一個 在漫畫人物裡面出現過的人物 對不對 漫畫人物 然後 我們有哪一些欄位呢 我們感興趣的 是哪一些欄位呢 那基本上這個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這些對吧 我們之所以有這樣收集資料 那當然就是 我們對漫畫人物的這一些屬性是感興趣的 是吧 對吧 那再來 再來有幾題就稍微有點難度這樣 這題其實很簡單 就是有哪一些是數值型的欄位呢 其實看這邊就看得出來 對不對 是嗎 這九個欄位裡面 來 出場次數跟 對 出場次數跟首次出場的年份 對不對 這兩個欄位是數值的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其他七個欄位 它其實是 文字的 對不對 它是文字欄位 可是事實上 有一些文字欄位呢 它其實是類別 對不對 是嗎 所以在這些文字欄位裡面 下一個題目是 有哪一些是 字串型的 有一些 有哪一些應該是類別型的 有一些欄位它是類別 好比說 性別這樣 對吧 好比說 眼珠的顏色 眼珠的顏色 眼珠的顏色就能拿十種 這樣子 對吧 是嗎 所以 所以哪一些 哪一些 其實你如果直接 現在的R 你這個一讀進來的話 那 眼珠的顏色它可能是 Green啊 Red啊 什麼Gold啊 什麼之類的 是不是 所以它讀進來是一個文字 但是實質上 我說它的本質上 它應該是一個類別這樣 OK 在R裡面 我說R是一個比較隨便的語言 這樣 它基本上 這個 文字跟類別在多數的時候都可以混著用 這樣 不會有問題 OK 可是你如果是學像Python那種語言 類別就是類別 那個 文字就是文字分得很清楚 這樣你混著用的話 它就會出很多問題這樣 在R這個語言裡面它刻意的就是把 類別跟 跟這個文字啊 這兩種東西的區別呢 把它弄得很模糊這樣 OK 就是 在絕大多數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類別 你就可以用文字 那 它是 它現在是文字藍類對不對 那 你不用把它換成類別也沒關係 大多數的時候都不會有問題這樣 OK 好 所以 不過我們還是要能夠區別出來哪一些是類別 對不對 像Publisher 它是類別嗎 還是 文字啊 應該它應該是類別還是文字 Publisher有 兩種對吧 就是DC跟Marvel兩種 這種你講得出來它有幾種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類別 對不對 因為你講得出來它有幾種嘛 所以 它就是類別這樣 那名字呢 名字就是 它應該就是文字 對不對 應該就是文字 那這邊有好人壞人跟中性的人 所以它有三類 所以它也應該是一個類別 是嗎 眼珠一樣嘛 眼珠頭髮就那幾個顏色 性別當然更是 是不是活著 對吧 所以 所以原則上 原則上在 在這個 這個資料集裡面 事實上只有 這個欄位它是文字 其他這些其實都應該是類別欄位 但是在R裡面其實你並不需要 就是說去宣告它是類別啊 之類的 其實不需要的 在大多數的運算裡面就直接混著用就好 好嗎 等一下我也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時候你可能會想要把它變成類別 這樣 通常都是因為跟次序有關係的時候 這樣 你想要它這個排列是 好人 中性的人 再來壞人 這樣 對吧 那 這個 你想要對這些類別 就是類別你想要有一個排列的順序 好比說你要畫圖的時候 你就想要把什麼東西畫在上面 什麼東西畫在下面 類似這樣這樣 在這個時候的話你才 需要把它轉成 這個類別這樣 否則的話你其實混著用 在多數的指令 在多數的這個運算室裡面 你混著用都沒有問題 這樣 好那 接下來我想稍微 稍微來看一下這個 連續變數對不對 我們有兩個連續變數 我們稍微 一般來說的話我們就會 拿到資料我們就先關心一下 每個變數它的 情況 這樣子 那這個連續變數它有7000多個數值 你要怎麼樣去觀察這7000多個數值呢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這些統計量對不對 我們有平均值啊標準差啊最大值啊最小值啊 點點點對不對 我們說它叫做統計 統計嘛就是 統計你看這兩個字就是 我有一大堆數字在那裡 然後我要看 我想要看它的summary 我要看它的摘要對不對 所以統計 基本上就是一堆數字的摘要叫做統計 是嗎 對吧 所以 那這種東西叫統計量 平均值啊 中位數啊 標準差啊 變異數等等的這樣 最大值最小值 這種東西叫做statistics 叫統計量這樣 ok 那 在R裡面當然 幾乎 應該對所有的統計量它就有一個相對的功能互叫這樣 對吧 那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去看 或者是說你用summary它其實就 打出很多的功能互叫這樣 那當然 你看這一些統計量你可以對 我說它基本上就是那一堆數字的摘要嘛 你對這個數字可能有一個整體性的了解 可是 可是 大多數的時候我們都會想要看 分佈對不對 是嗎 好比說這是出現年份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說1940年代就有漫畫了 然後這邊是在二次大戰對不對 是嗎 所以這個 然後 可是到了二戰之後這個漫畫 又開始流行起來 就出現的人就越來越多這樣 那 到這個90年代的時候好像有一個低潮這樣 是嗎 然後之後的話又開始流行起來了這樣 是嗎 那這邊這一根比較短可能是因為沒有統計完這樣 對吧 好 所以這是年份 對不對 漫畫人物的出現年份的分佈這樣 對吧 所以 所謂分佈 就是一個變數會出現的值 所出現的頻率這樣 我再講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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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分佈 它基本上 它是 它是一種描述變數的方式 意思是說 變數的值 是怎麼樣分佈的 意思就是說 像是這個變數是出現年份嘛 所以出現年份的值它可能是從193幾年到201幾年這樣 那 它的值可能在這中間變化 可是 每一段時間到底出現多少次呢 對吧 你就可以用這個 這種東西我們叫脂方圖對不對 叫Histogram 在R裡面畫脂方圖很簡單 你就是 把你要的這個向量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脂方圖裡面 叫Histogram 這樣 它基本上就畫出來了 那這個Man呢 其實是在指定它的這個 錶頭這樣 所以Appearance你也可以做同樣的事對不對 但是Appearance 當你對它做脂方圖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畫起來變成這樣 意思是說 絕大多數的人出現的次數都很少這樣 對吧 可是有一些出現很多的人 超級英雄就出現很多次 是不是這樣 然後有一些人物就出現一次就掛了這樣 那這種 比較沒有 比較不出名的壞人大概都是這樣 所以大多數的人其實都是出現很少次 然後 可是 可是有些人它是出現很多次這樣 是嗎 這一種分布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高度傾斜的分布這樣 對不對 大多數人都擠在底下這邊這樣 在商業數據分析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 東西這樣 對吧 有一些 大部分人大概就買一點點錢 可是你會有幾個那種 可能它不是顧客說不定 它是批發商批著你的東西去賣 就是像這樣 那種例外的人會 會讓它這個分布變得很奇怪 尤其是它是金額的時候常常會這樣 OK 所以 當碰到這種分布的時候 通常我們就會 先對它取一個LOG 然後再做Histogram 對吧 然後在 在商業數據分析裡面 通常我說過的 我們通常都會取實體的LOG 取實體的LOG 1就是10 2就是100 3就是1000 這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看起來本來你看看得很不清楚的 很不容易觀察的這個分布 然後 取了LOG之後它就會變得比較容易觀察 所以在這裡我們 講了 如果你有一個數值欄位 那通常你可以用統計量去 看這個數值欄位的摘要 那更好的方法通常就是這個比較直覺對不對 用Histogram去看 但是你用Histogram看呢 有時候就是會這樣 那萬一三號是這樣 那你可以用LOG LOG有一個性質 它會降低那種 極端值的 這個視覺的 這個衝擊這樣 OK 我說 因為這個極端值 它會給你很大的視覺衝擊對不對 是嗎 所以你當視覺化這個資料的時候 你取得LOG之後 這個極端值的這個視覺衝擊就會降低了 因為取了LOG 這裡是100這裡是1000 這裡就1萬了 所以極端值的視覺衝擊會在取了LOG之後會降低下來 所以讓你比較容易觀察這個連續的變數 好嗎 那觀察完了連續的變數 或者說應該講說數值的變數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些類別或者離散型的變數 好不好 類別的變數你最想要知道的是什麼 其實你就是最想要知道它的這個 每一種次數出現多少次 對吧 好不如說align 我說它是好人壞人跟中性的人 看到了嗎 對吧 好壞人跟中性的人 分別出現了這麼多說怎麼多這麼多 table這東西非常好用這樣 OK 是嗎 齁 就像是你 你要檢查一個類別欄位這樣 那你對它做table就是 它就會告訴你 每一個類別出現多少次這樣 那你要注意一下 它現在基本上是依字母排列順序對不對 看到了嗎 它是bad good neutral這樣 字母排列嘛 B在G前面 G在N前面這樣 它是排成這樣 如果它是那個文字欄位 文字的那個 如果這個欄位是文字的話 那原則它這個排列會是依字母排列這樣 可是有時候你會想要 好比說我們如果把它畫成 這個 直條圖對不對 那你畫成直條圖 它這邊是bad good neutral這樣 是嗎 畫成直條圖 那其實就 直接這樣寫就可以了這樣 你直接把table 各位會在我的層次裡面看到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大家可以不要管它 基本上都是我想要讓它這個圖 這個圖的大小啊 形狀啊 這個 變得比較漂亮一點而已 這樣 所以 這個只是在設定自行之類的東西 這樣 所以這個par後面的東西大家可以不要管 然後這個 所以你看你要畫這個直條圖 其實在R裡面也是非常簡單 就是 你就是把這個table的結果 然後把它塞到bar plot裡面去 這個man其實只是用來 我說它只是用來設定這個名稱而已 你不要寫man也沒問題這樣 OK 你不要寫man 那你就直接把table塞到這裡面 它就畫出來了對不對 是嗎 所以R裡面其實非常便捷喔 你可以看到這個 就類別的數值的話 其實你可以說 這個類別你如果把它看成一個變數的話 那這個類別的藍位或者類別的變數 那它的分布就是長這樣 對不對 其實這個 這個直條圖跟剛剛那個 跟剛剛這個直方圖是 同一類東西對不對 因為它的高度都代表出現的次數這樣 是嗎 那只不過說 因為它如果是數值 那這個底下是連續的 是嗎 那如果它是類別 那這個底下就是離散的 是嗎 對吧 差別只是這樣 是嗎 所以 那不管它是離散的 或是連續的 我們都是要看它 這個直所出現的分布情形這樣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理解這個東西 所以分布是什麼意思呢 那這邊有一些quiz啊 我 這樣好不好就是說 我本來是留下來讓大家寫作業這樣 那因為 因為今天我們講不完嘛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講到哪裡的話 各位就是把它切開來這樣 好嗎 你做C的話就是 我們如果 好比說我們現在只講到quiz 2.2 那你就做到quiz 2.2就好 後面的就不要做這樣 這樣聽懂嗎 好不好 這樣你們這個 要不然你們這個 禮拜的作業實在太少了這樣 不要太高興 因為你這個禮拜的作業太少 就表示說你下禮拜的作業會變很多這樣 是吧 對吧 所以還是要平衡一下比較好這樣 是吧 好所以這個quiz就留給你們做了 好不好 那你寫這個quiz 你基本上就可以 把答案寫在下面這樣 OK 好嗎 啊格式的話 不拘啦 就是 你們有人會用HTML寫網頁嗎 有人寫過網頁的嗎 舉手一下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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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寫網頁本身就是一門學問這樣 所以你要網頁寫得很漂亮啊 我是覺得你們現在就是 實驗一下 或者是說抄我用 你可以看到我是怎麼寫的嘛 對不對 你想要用一朵花 你就copy我那朵花 這樣子 這樣應該就可以這樣 對吧 試驗一下這樣 或是帶來這個 我們 互助學習時間 我們一起寫 好2.2你們可以做了嗎 我們講3 我們現在來解釋一下字串跟因素 就說 這個你們在寫作業 在寫上週的作業的時候 就做過了對不對 有的欄位的話 你可以把它變成是 是這個 因為字串跟 類別其實很容易混亂 對不對 因為它看起來都是文字 不是嗎 因為 因為 我們說它這三個是三個類別 可是你看起來它就是三個文字 不是這樣嗎 所以 這個玩意本來就很容易弄混亂 這樣子 然後在其他的語言裡面 它會想要把它弄得很清楚這樣 那在R嘛 我說它就很隨便這樣 那就是 其實 其實 其實你並不需要 遭遇到這種 類別的東西 你其實並不需要真的把它變成類別這樣 你就讓它是文字 其實有時候反而比較容易這樣 那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變成類別的話 有一個指令叫做Factor這樣 OK 剛剛的Align它基本上它本身是你在這邊看 現在Align是 Canactor 看到了嗎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文字欄位這樣 然後我們 我們 我們已經坐到這邊了 那 Again 所以坐到這邊的話 它是一個文字欄位 那如果我們想要 如果我們想要把這個文字欄位 變成一個 因素 或者叫做類別 對吧 有人叫Factor 有人叫Category這樣 是嗎 在R裡面 我們這個課裡面 我們會叫它Factor 因為在R裡面它叫做Factor 類別的欄位它叫Factor 所以你如果要把它變成是一個類別 Factor這種欄位 那你要跟它講 你直接呼叫Factor 然後後面的話你就要講 這個Factor裡面有哪幾個類別這樣 OK 你可以不放這個 你如果不放這個的話 它就 它就依據那個 ABCD這樣的順序把它做排列 可是在這裡 我們有時候就會想說 應該是好人 中間壞人 對不對 他們的排列應該像這樣 越來越壞這樣子 或者越來越好這樣 是嗎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想要在這個文字欄位的這個各個類別之中 有一定的這個排列這樣 這個時候就是你可以把它轉成Factor的一個時機這樣子 好比說我們這樣轉 然後轉完了之後我們把它存在一個叫F點Align裡面 所以它會增加一個新的藍類叫F點Align 注意看齁 我執行這裡 這邊會多一個新的藍類 看到了嗎 這裡會多一個新的 那這個藍類就是Factor 看到了嗎 OK 所以它是三個 一樣是三個Label這樣 對吧 所以我說嘛 在R裡面的話 你事實上 你做Table 這個是對 這個是對那個 文字的方面做Table 那我現在如果對Factor做Table 你看它打出來基本上都一樣對不對 是嗎 就是說 實際上在R裡面它 它基本上可以混著用這樣 不會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說 它的順序可能不一樣 因為你用Align的時候 你看到了嗎 它現在出來是 有沒有 ABCD這樣排列 這樣 可是你用F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你所指定的那個順序來 看資料 所以如果這個類別之間的順序是重要的 那你事實上就 有必要把它變成是 類別這樣 所以 所以你看 我們來這裡看比較清楚 所以當 當你把這個 Align跟F Align畫出來的時候 你看它們其實是一樣的資訊 只是排列不一樣 這種排列是比較好的對不對 是嗎 你知道好壞人 然後中間是假中間的這樣 是嗎 類似這種時候 你就會想要把它轉成Factor 這樣 那像I 然後你說 眼珠顏色你要變成類別 所以你可以把眼珠 你可以把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 你如果把 這個運算是直接 把它放回這個D點I 那麼D點I這個欄位就會被你覆蓋掉對不對 它原來是吸血 是那個文字 你這樣做之後它就會變成是類別欄位 然後因為你這個類別沒有給它 它類別的排列哪一個在前面哪一個在後面嘛 所以它還是會維持原來這樣子 用ABCD的順序做排列這樣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如我們做這一行 你注意看一下 現在I是CHR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這樣做 因為我把它轉成Factor之後 又寫回去原來這個位置 所以I會變成是Factor 看到了嗎 I會變Factor 看到沒有 如果你是Factor的話 你就可以用Label來看它 它總共有多少個類別這樣 對吧 它有多少個類別 那 其實最常用的就是 與其這樣子看類別 那通常我都會用Table來看類別 你用Table來看類別 我不但看到類別 我還看到每個類別有多少個 對不對 好 然後 這邊的話我們學Sort這個 其實你們應該也學過這個 對不對 我們做完了這個Table之後 我們如果想要知道 哪一種眼珠的人最多 哪一種眼珠的人最少 這樣 是嗎? 所以你會把它Sort一下 那 Table之後做Sort 你就看到 眼珠的人最多是Blue 最少的是Yellow 對不對 假如你想要把這個結果 化成8Plot的話 是嗎 那你就把它放到8Plot裡面 看到嗎 這樣就是 看到嗎 你現在已經逐漸感受到 在R的這個環境裡面 用我們學過的有限的幾個功能 其實你就可以開始做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這樣 好 好然後最後我們看一下Summary 你注意一下 因為現在 頭髮顏色還是 還是那個文字對不對 所以你文字的R的R的Summary 我說什麼都看不到這樣 你就看到它只有多少 有多少筆資料而已這樣 可是如果它是類別 它會把這個 最多的那幾個類別列出來這樣 它最多會列到六個還七個的樣子 因為 因為 這個 眼珠顏色實在太多了這樣 它列不完這樣 所以 就是 它大概就列了這個 前面的幾個這樣 然後 你看這個FAlign 因為有三種人 它就會把三種人 列在這裡這樣 所以你做Summary的時候 如果它碰到的是類別的欄位 它會把 出現字數最多的那幾個類別列出來給你看這樣 那有時候它列得完 像這個類別比較少 有時候它列不完 後面就會有一個括號Other這樣 看到了嗎 好那 我想我們今天就只能講到這裡 OK 好 好吧 那 所以 呃 你們今天的作業就是 一樣要做C 好嗎 那C的話就是做到Quiz 2.2就好了這樣 好嗎 你要嗎 OK 好 嗯 或者 我稍微看一下 對不起等我一下 試著做到4.2好不好 好不好 這裡有一個Quiz 4.2這樣 然後這裡我還沒有講 事實上 那你們自己看一下這個解說 然後試著做一下4.2這樣 做的對做的不對就另外一回事了這樣 好嗎 對吧 喔 這邊的話是教大家怎麼樣用 Sort跟Order這兩個功能這樣 OK 去對資料做排序這樣 那你做的資料排序你就有辦法去 好比說我想要列出 呃 出現次數最多的前10名的 金髮 綠眼的女性 OK 或者是說 我現在要列出5個最早出現的 紅髮紅眼的 男生 而且我要看到他們的 出現年份 呃 出版商 他是好壞人跟他的名字這樣 看到嗎 這個其實就是用 Sort Order加Index這樣 來 基本上就是 混合這幾個Function你們應該就做得出來 啊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 例子給你們看 啊你們做到這裡來這樣 這樣你們這一週才不會作業太少這樣 好不好 喔 好不好 做到4.2 啊做不出來也沒關係這樣 好不好 做不出來或者不會做 跟同學討論跟小組討論 或者 帶到助教時間來 做不出來也沒關係 你就直接 把他逆出來就好了這樣 可以嗎 那這樣的話 你們今天就要交兩個File上來 分別是B跟C A沒有 齁 A裡面沒有東西這樣 好不好 齁 所以只有B跟C 我等一下會改一下這個 只有B跟C 好嗎 齁 阿西的話你們其實還沒有整個做完 就做到4.2那裡 聽懂嗎 有沒有問題呢這個禮拜的作業 好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下課了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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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